除了卫生纸要涨价 下一波就有专家点出像是影印纸 大纸箱甚至装潢 举凡跟木业原物料相关的 恐怕都要大涨价 也就是说像是未来想做木制装潢 或是木地板设计 就怕环保问题增加成本 民众更怕未来开销变大 学者更点出像是装潢木材 去年就已经涨两成 未来恐怕还要涨三到五成 原本一片只要500到600元 以后要花700到800元才买得到 就怕环保问题增加成本 民众更怕未来开销变大 平常常常外食如果食物涨价的话 什么都会涨有点 对会担心 有涨价会比较 因为我们平常加油 加油比较频繁 尽管民众担心油价的比较多 但可怕的还有文化用址 恐怕也是下波涨幅 至今已经累计约 25%到30%的涨幅 已经四度调涨 但最令人担心 还是卫生纸原物料 是否还要继续涨 来看北美浙江除了在2016年 因为智利大地震破圈延高峰外 从2016年底 浙江价格就不断升高 在2017年6月涨到715美元 甚至在今年2月 还飙到932.5美元 创下6年半新高 两年内贵6成 而且恐怕还没结束 不管是长线短线 都是涨到45%16%左右 那甚至到今年的1月的部分 还是继续往上面攀高 原来2017年国内造质产量 重新占上400万吨 创下近10年新高 以目前市场供需量预估 今年上半年长短线 纸浆价格可能继续攀升 在成本上面的调涨 其实不只是纸浆的部分 还包括其他的原物料的部分 其实都同步涨 业者和成本增加难吸收 像是永丰鱼 百利克拉克等业者 也不愿回应 是否受到通路要求 暂缓涨价 到了3月才疑似涨足 但对消费者早已受到伤害 东森财经新闻 李宗强李安丽台北报道